来关心高雄市的前议长许坤源去世之后 他的爱女徐彩珍将参加2022的高市议员选举 请跑基层却被当地的这个兽医诊所给爆料 因为呢他们说他不借门口的位子给他们停车 就被幕僚给怒呛 但根据了解了影片当中呛瞎的这个蓝衣男子 他只是热心的李明而不是他服务处的助理 警方也表示当时其实有到场处理而店家不提高 高雄市前议长许坤源的女儿徐彩珍 在蓝衣男子的陪同下进到兽医院宋康乃馨 还递上名片 但才过一下这名蓝衣男子回来突然翻脸 原来是徐彩珍在这一代 在拜访民众想要把机车借停在门口遭到拒绝 一旁陪同的李明觉得没面子 因此折返心事问罪 徐彩珍随即在脸书澄清是热心的民众跟兽医院产生了冲突 他本人并不知情 事后得知已经赶赴兽医院致歉 他就叫里长来 然后警察也来 就跟他说这里没什么 就劝说 然后里长也劝他不要那么提动 不过他也是都不认错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错 店家的立场是觉得 这个旗楼不愿意借给这个业性民众 那业性民众只是想说稍微停一下 所以产生纠纷 那金同仁协调完之后 那双方并无愿意再请警方处理 警方表示这是一起停车纠纷 不过店家不提告 徐彩珍也相当无奈 民众过度的热心反而增加困扰 记者李又城王一仲高雄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刚刚这起事件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了 在事情都还没有厘清的时候 居然有人已经开始在发酵 他是谁呢 他是让大家太孤单忘记他了 已经觉得空虚寂寞 觉得冷怎么可以现在的焦点 不在我身上 他是我们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他放上了这张监视器的画面 他怎么说啊 他说天哪 真有这种拜票的方式 务必看完全部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太夸张 我们也想把8000块的事情 看到全部 但你不让我们看到全貌 是不是怕我们看完全部之后 也会觉得太夸张呢 好 其实在画面还没有完全知道 之前在所有事情都还没有厘清之前 我们的立法委员 委员居然还带动栽账吗 我们现在在线上 谢谢请到我们的高雄市议员陈美娅 美娅议员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议员母亲节快乐也要问问看 你自己怎么看这起事件啊 其实我们在画面当中 其实看得很清楚 就是徐彩珍去这个店家拜票 说是非常的有礼貌 那根据我们在私底下看到徐彩珍呢 跟民众的互动 以及跟其他前辈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谈 都是非常的有礼貌 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一个非常很诚恳 然后也很愿意去倾听人民声音的一个 好的一个 一个女孩子 那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说在当下很多事情还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位王大立委 倒是就先跳出来了 然后就好像在带风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在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甚至这个事情的发生 也并不是徐彩珍他个人的行为 是旁边热心民众的这个行为 但是这个王定宇就马上带风向 要给这个徐彩珍扣上帽子的 这样子的行为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笑 然后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么王定宇王大立委 你自己当初啊 媒体在想要询问说 你的这个房租事件的时候 你是怎么在面对你自己的事情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你是怎样 卡带我又酸啊 媒体是完全找不到你是关机的状态 那媒体要询问的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到底现在房租处理好了 没有 你出来说清楚了吗 没有 而徐彩珍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看到的是 他第一个他在败票的时候 非常的非常亲切有礼貌 第二个这个事情后来离清楚 好像是他旁边的一些 热心的民众所做的一些可能行为 但是徐彩珍他也完全没有推诿 他在事情发生后 他知道了以后 他马上去店家表现出他非常诚恳的态度 去表达了关心跟质疑 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 徐彩珍是表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好 我们看到了一个是负责任 一个是自己的事情都还讲不明白 但却出来了 虽然呢您在高雄 但是针对台南的这一名党籍的 民党籍的立委啊 你自己看 他是不是好多好多说不明白的事情 而之前他其实针对媒体 他其实也好几度 譬如说自己明明就放话说 他觉得8000块很贵 隔一天又说开玩笑你听不清楚 我们的王委员这些处理事情的SOP 议员你又看得下去吗 我想很多的 人民是看不下去的 已经看破了这个王大立委的手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只要是别人的事情呢 他第一时间还没有搞清楚 他永远都是会先po消息 然后再幸灾乐祸 然后呢就会带动了一些民众一些 可能带风向做这些错误的引导 那我觉得他针对他自己个人的事情 确实第一时间 他只要遇到他自己的事情 他一定是怎样 闪躲 然后要不然就是甩锅给别人 然后呢也说不清楚 然后就是关机必不见面 卡带我又酸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当然是一个不合格的行为 所以当民进党 这位王大立委哦 你们遇到事情 永远不说清楚 永远在拐弯抹角 永远在带风向 然后对于别人的事情 在还没有搞清楚 你们就只会扣帽子 然后带风向 这样的行为 我个人是觉得 很多的人民是觉得看不下去的 好 这就是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的最佳选择 没有错 感谢我们的美亚议员 在礼拜天的中午跟我们来联系 母亲节快乐 议员谢谢 母亲节快乐 谢谢 欢迎收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